就是萬法沒有什麼奇特事,通通是微塵。 那麼這個微塵會引起你心種種的苦惱,或者是冷索。 其實都是你心的問題,跟微塵沒有關係。 意思就是微塵他只是塵,他空無自信。 那麼你是不是動什麼念頭,對這個微塵聚集的假象? 你用什麼心念?所以這個叫做萬法微塵。 意思就是微塵本無空無自信,是你定的標準是善,是惡,是好,是壞。 那麼活在惡言的對律,能鎖不斷,所以萬法都是微信。 你一件事情要把它看得很淡,你就解脫。 你一件事情把它看得很嚴重,你就被捆住。 簡單講,通通叫做觀念。 在能學經裡面講,建了一件像,就按了假名,然後引起妄想。 那這個妄想,就萬法為心所造。 這妄想也是心所造。 真如也是心所造啊。 所以其實,能學經重點講的,相分跟見分,其實都是自體分。 簡單講,沒有一法可以離開心。 那麼,比如說一棵樹,一朵花。 這棵樹,如果是中藥的人,學中藥的人,就是這棵樹,是不是含有中藥的成分。 如果是專門搞茶的,他說,這個樹也能不能泡個茶? 這個四星分別。 如果是科學家,來講的話,哦,這個樹是什麼樣的原因是什麼? 那都是四星一直分別。 如果是植物。 學家,他就說,哎呀,這種樹是來自於哪一國? 樹的裡面所寄生的昆蟲是什麼? 是由於盡,會由於盡這些。 那麼,這棵樹的性質是什麼? 春夏秋冬的成長的季節是什麼? 就開始一直分析,一直分析,一直分析,一直分析。 演變得無量,無邊的邪術,邪說。 佛就比較單純。 這些,通通就是妄想分別執著。 你了解它,就好。 但是千萬不要執著,因為它空無自信。 那這朵花,很好。清黃赤白,好的花,很好。 很好看,就僅此以此。 好看,體性本空,有內心無所知著。 人家說,哎呀,這些花擦得很漂亮。 我們也就隨喜說,這些花擦得很漂亮。 這些花壞了,就是這些花壞了。 就是這樣子。 這些花很漂亮,空無自信。 這些花壞了,本來就會壞了。 哪一種花不會爛,不會壞。 所以,對這些起起落落,延伸延滅的, 他被人看得很淡薄。 某某人,最近又生了一個小寶寶, 他沒有任何的喜悅。 大悟的人,他沒有。 因為,這次只是延期。 那經過一陣子,某某人已經離開這個世界, 這個死亡。 生是概念,死亡還是概念。 一些花,本來就沒有生。 這個baby本來,爸爸媽媽沒結婚, 本來就沒有這個小baby了。 對不對?就沒有生了。 而說死了,也不是真實的死。 業力不滅,你怎麼死啊? 對不對? 佛叫做二死永亡啊。 只要你業力,業力沒有滅,你死不掉的。 你會繼續來輪迴的。 所以世間人講說, 這個人已經死了,其實沒有。 他無名業力,煩惱,他還存在。 他不是真正的死。 他因人去居住,他又來轉世脫胎。 繼續受苦啊。 繼續受苦啊。 有社生就一定要苦啊。 有社生就一定有欲望。 有社生就一定要吃飯啊。 有吃飯,就一定要讀書啊。 要讀書,就必須要,怎麼樣? 競爭啊。 有競爭,就變成怎麼樣? 能索不斷啊。煩惱不斷啊。 就必須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。 殘酷的現實。 前後以後,又要買房子啊。 對不對? 買房子啊。 老婆又生產了。 家庭經濟又更重大了。 一直一直一直連鎖。 所以說,現在的人很富有, 其實是很貧窮。 抽不出世間,聽經。 抽不出世間,聞法。 現代人,以其說他很富有, 不如說他很貧窮。 因為抽不出世間,聽經,聞法。 已經是很貧窮了。 你們才會找出一個男的男的女的男的男的女的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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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男。 然後感謝你,請吃誰。 叫我看你。